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部分算是我冬天男生穿什么这样固定环节的一趴 因为我这次想展示不同的类型吧 所以分为了两期 这期呢就是偏职场类的 另一期是休闲男孩的 很快会跟大家见面的 这期我有五间不同的单品 每间都有两种不同的搭配 我们这次总是新贴新的路线 底薪 我们就赶快来进入正题吧 第一件就是这种衬衫领的羊毛夹克 他为什么拥有这样第一个出场的权利呢 因为他我穿了好看 就没什么理由 就这个理由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 你穿什么都好看 真不是 我前后没有买十家 七八家 买了很多 因为要回来试试看哪些好看 我发现除了这种衬衫领 还有一些大的翻的那种西装领 我穿是好看适合的 有种那种比较小的那种西装翻领的 就近似于清国领的那种 我穿上 我真不适合 我真不适合 我马上就感觉被点了大头数 我懂才能穿上它 是帅的 是好看的 他们可能是一些青年才军 娇俏王军 但not me 然后回到正题 这件呢 我就喜欢它这种利落的剪裁 和这样简洁的扩形 但它其实也从这样的领口 还有这种口袋的部分 有融入当下一些流行的结构的设计的元素 这个面料呢是羊毛和剧脂纤纹 够50%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肩颈的这个部分呢 会有一点制服的感觉 就比较的挺拔啊 就很有精神气 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 朝气的上班族 对吧 我买这件的时候 就跟着详情选了Alma 它上身是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它刚好给你 穿毛衣在里面的余地嘛 标价的是399 搭着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350拿到手 第一种搭配就是用一个灰色的高领 但它是有点毛巾布 就会犯这种微微的光泽 若隐若现的 这件是Ur买的 因为我为了这次职场穿 特地去逛了几次Ur 哇 我觉得Ur 简直就是上班族的天堂 然后这件呢 下半身呢 你可以搭一些深色的西装裤 就完全没问题了 上班族呢 也可以在自己可控制的情况下给自己的搭配增加新鲜感 第二种搭配我就是在符合外套的基调下 选择这样的菱形格纹的这个毛衣 叠穿衬衫 血运气是get 因为外套也是黑色嘛 所以这个里面的衬衫一点点白色刚好可以它起到透气 就是清爽的作用 布的部分我搭是这样束条纹的休闲西裤 它是9分的 重裤型就是最适合职场去穿它的 然后这个条也很少我能找到可恶的腰围刚好符合的 然后它价钱也不贵 就完美 你是9分的嘛 所以会露出你的脚踝 这时候你的袜子和鞋的选择就不能马虎 这套里面我就搭配这双Clayman Padreer这个鞋型的 它在U系列情绪装里面已经登场过了 它就是自带休闲复古的气息 刚好可以和这一套的搭配match 这套件是个非常适合在职场穿的夹棉的风衣 尼龙巨制材质的款式 它做了一个比较薄的夹棉 你看这种棱形的格纹在下面 它整体比较的轻盈 夹棉量很顺滑 是你可以想象到一种材质 你就指甲滑过 它就咻咻 哇嘻哇嘻 这样子的一个材质 隐形的门巾 你看它盖上就是个比较光的板 但我觉得它还是敞开比较好看 但冬天大家都知道敞开穿衣服会比较冷 所以就一定要搭围巾 但这里我忘记了 我忘了你们千万不能忘 在寒夜冷风中下班之后 就围巾是你最好的陪伴 我想象到这个侧面的开叉 这四合扣扣上 你打开之后穿在裤子口袋里 你就可以假装自己目睁无人走在街上 这非常的高傲 一说到职场 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衬衫领带这样的搭配 这个机会我就留给你这一套 经典的白衬衫黑色的领带 再搭配一个V领的这样的真实的买家 这个在上一期购物分享里面已经分享过了 它就是一个略带学院风的单品 特别适合冬天的风衣大衣里面做点缀 如果你是那种想要叠穿 但是很怕叉衣会太厚不好驾驭的 它就是你最绝佳的选择 加上这种V领穿在身上的时候 对你的身形也能起到一个修饰的作用 这部分我选的是一个灰卡齐色的西装裤 这样它下面的商务感 可以把你上面的学院的志气稍微收敛一点回来 一般职场搭配就是牛津鞋 德比鞋 孟克鞋 但如果你平常没有这种太特定的正式场合 可能偶尔用这么一次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双这样的乐福鞋 这样除了特定场合之外 休闲日常的场合里面也可以用来搭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美国外这么稍微正经一点穿 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在有的公司 如果你天天这么传 大家会觉得太过隆重了 所以第二种搭配就选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 这样一个白色的卫衣 之前给我分享过了 它是一个白色的弹性很大的 又有扩形的这样的一个弹力的卫衣 然后它本身就挺大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里面偷偷的藏一些秋衣来传 大家也不会发现 大家如果这样选一个纯色的话 可能就太过单调了 所以就选了一个印花点缀就刚刚好 上面是这样的蓝色的丝网印花 所以顺延这个蓝色 下面搭配这样一个深蓝色的休闲的牛仔裤 这条就经常出现是老朋友了 就不多说 鞋子就选一个简单的小白鞋 刚好配合上衣的白色呼应 因为上班的搭配 特地选了一个皮质的小白鞋 这样就算你这套look 休闲随意 但同时又具备着质感 第三件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职场的单品 但它绝对是一级好用的 它是这样细灯 新用作的一个夹克是工装的款式 也有什么过多的装饰 就是这边有个刺绣 当然这个前面那个金属的四合扣 也算是它的装饰吧 就是简单明了 大方得体 又有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有一点黏毛 它本身不是非常厚 就是薄薄的夹面的 如果你是10度以下的地方 你里面一定要加高舒暖 或者加绒的秋衣 才可以穿出门 否则你就会被冻到 如果你是怕了又不想穿的非常鼓鼓 弄得很臃肿 想穿的轻薄一点 有一单品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优衣裤的一个羽绒的马甲 羽绒的外套的 它真的就如同一个纸片 穿上身之后轻轻薄薄 你马上就起了保暖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穿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就选一些深色的毛衣 卫衣 搭配黑色裤子 一般都不会出错 第一种搭配我们叫TOTOLAN 我上半身就选了这个之前双十月的 给我分享 分享过USAGE的这个 滑风格的卫衣是棕色的 那下半身大概给老朋友了 之前分享过这样的粗的灯心绒的 这样黑色的裤子 有时候我们会想尝试这种全黑的造型 就是你远看可能就一片黑 近看 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啊 材质啊 还配件都是有区别的 完全不一样 就哇哦 感觉很精致 它是个型男 虽然是穿的一身黑 但不是随随便便传出门的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它全黑的 里面是这个U系列的 打底衫之前的情绒装里面 已经分享过了 然后外面是这个 麻料的这一件古巴领子黑色的衬衫 然后上面有一点刺绣 扭扣也是有一点点泛光泽的 它刚好可以跟外套上面的金属配对 裤子选的也是U系列 这样的一个原色 这样的一个牛仔裤 这个裤子呢 你一定得翻边穿 它这样的一点点编出来 就可以露出你的原色嘛 就会有一点工装的感觉 这件呢 其实我有纠结到该不该放 因为我买大了 ZAR它本来的尺码就比较偏欧美嘛 加上我一个宽松的版型里面 我又选了一个M码 M码一般标的是180 但介于我买其他的背选呢 都非常的不理想 我又觉得在这么一个直场的搭配里面 一定要有这样的黑色大衣 所以最后呢 我还是让它入选了 所以你们看的时候 要把它替换成S码 或者其他黑色大衣 好吗 记得一定要选这个西装的大的翻领 一般这种西装领的呢 它的裁件比较立体 可以营造出这种优雅感 同时可以修饰你圆润的面部线条 这件就是V型的翻领 正面就是双筋排扣的 你可以正着扣 也可以这么反着扣 官方写的是70%的羊毛 和10%的羊绒 所以摸起来是比较偏硬的 在我买这些泥子大衣里面 它算是比较厚实的了 官方没有活动标注的是999 然后也写了 它是不可以水洗 只可以用石油剂类的安息 它的版型是在线的 非常的好看 但是呢 它有一个黑色的泥料大衣 统一的毛病 就是粘毛 非常非常非常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样的泥子大衣是非常适合叠穿的 因为它版型够长 加上它又相对比较厚实嘛 所以你内搭呢 就算做什么 它的包容性是相对比较大 就可以保持你外面版型的 就是干净的观感 所以如果你是初次要尝试叠穿的型男 你就可以从大衣入手 它可以让你轻松上手 安全上身 一种的搭配 我就选了个黑色的高领的针织的线衫 搭配格纹这样泥料的西装 下半身因为很多基本上 搭的都是西裤嘛 但我考虑可能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就选了这样的修说的牛仔裤 再搭一个靴子 Cisco 这件大特用是灰色帽衫 这样可以给黑色严谨大衣带来一些随意年轻的气息 像高出帽子部分呢 可以改变本身大衣固有的版型 我们商人士雪茂山绝对是有讲究的 我这件是一种长短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它肩膀的部分是有一个直脚尖的 所以会稍微有点扩心 但都是一些不太起眼的一些小细节 但它会让你觉得穿上身会有精致用心的感觉 今天我在Ur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它太适合职场了 既保暖又使穿还有一点点小时髦 因为它是有一点紧型的 整体现场是往下走 有一丢丢和服的质感 所以上身的时候不臃肿 然后它是90%的白鸭绒的 非常的保暖 像是这种松松的 然后它面料是有点脊皮的 是沙石的颜色 这种颜色就像沙滩箱沙子打湿这种感觉的 这样子面料我真的很喜欢冬天的时候就多摸一摸它 如果穿上它胳膊窝可以给你们暖手 它是横的压线的 因为它在口袋是藏在分割线里面的 就很妙这个设计 它不是活动的时候价格是600多 你们可以看看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更便宜一点 这种羽绒服一般就简单搭配一些深色的高领 下卫生搭一些西装裤什么的 就没什么问题 这一次我就因为准备职场穿 然后我爱上了一个安平 就是这个泥料的这样的西装裤 九分裤它是比较小角的 我是因为买了这家 我觉得版型非常的好 它的名字可能类似于就是伯爵什么XXX之类的 就非常霸道总裁的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觉得很土或者很怎么样 就不去光顾它 我买了几条 我觉得每一个颜色 无论是版型和材质 跟其他家对比都非常好 很不错 而且它卖得很好 我平常都不会光顾这种店 下次我宣布这种店铺在我这边解净了 偶尔去逛一逛还是能买到非常好的单瓶的 我还没下水洗过 我不知道会不会缩水 但他们家卖这么多 就卖了几千件这种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想 第二种搭配其实也挺简单 就是针织线衫加上张那个牛仔裤灰色的 线衫你有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那种低饱和度彩色系的单品 雾霾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 偶尔可以跳脱一下嘛 搭配这种沙石的颜色就非常的舒服 偶尔你想不一样一点的 可以翻出你衣柜里面的格纹衬衫来叠搭 其实你不用太均匀于哪个颜色或哪个格纹 只要它们搭配在一起是和谐的就好了 这样呢你就可以让你的极简的搭配 突然丰富起来变成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我分享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吧 它严格意义上不是太直场 但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单品 它是这样的皮加毛泥的拼接 上面还是蛇纹的这样亮的皮质的 里面还有夹棉就薄薄的夹棉 如果是比较冷的地方了 可能没办法穿出门了 就是你里面可以搭一些羽绒马甲 或者穿甲纹的秋衣可能还OK 我搭配里面就是一个针织很舒服 这样的一个衬衫的Polo领 再加上一个马甲 如果你觉得太多 其实可以加一个黑色高领就可以了 简洁一点 我会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来决定穿什么 如果第二天是有会议或者要见重要的客户的话 我就会酌情考量穿的商务症状一点 如果第二天就没什么事 我必须要有抛头露面的机会 加上我状态也不太好 前一天加班了熬夜了比较疲惫 我去穿的简单随意 尽量可以遮盖自己疲惫的状态 就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职场穿达的一些习惯 或者自己的一些什么技巧 还可以分享 还可以在评论弹幕分享一下自己的职场穿搭的经验和心得好了 以上就这期所有的内容了 让我对你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